长期以来呢 在约旦地区的慈祭之宫 一直来关怀游牧民族 北都英人他们的生活需要 而在约旦来推广做慈祭 拨撒爱的种子 还能够长出菩提林 真的很不容易 先来认识约旦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人口将近有600万人 九成都是阿拉伯的后裔 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教 这个地方呢 不产石油 一切的能源都仰来进口 那么同时呢 整个沙漠的面积 占了国土的将近八成左右 贝都英人呢 往往也都是在这个国土的 周边的边缘地带 而长久以来呢 慈祭之宫一直来关怀他们 因为贝都英人呢 是阿拉伯世界当中 最著名的游牧民族 曾经还有像统计数字说 贝都英民族的人口 其实是多达1000万人了 不过这几十年来 这个人口数一直下降 而且呢 他们的民族性是属于比较强任 好自由 不受羁绊的 世世代代 他们不愿住在都会区里面 宁可 竹水草而居 住在沙漠里面 外人看来呢 他们似乎是资源贫瘠 不过 其实贝都英人是 悠哉其中的 来看到了呢 就是这一群的 慈祭之工 他们长久以来就来 关心这群 贝都英的家族 因为在帐篷区里面 他们活过了一代又一代 位在约旦南部的 这个萨卡拉 正是 慈祭之工 长期关怀的区域 就在 摘介月的前夕 之工们带来 丰厚的物资 前往发放 而在这个整个 记录的过程当中 大爱记者也再次 见识到了 贝都英人 乐天好客 又安平守道的 游牧生活 约旦位在叙利亚 沙乌地与以色列 环四间 是中东地区 唯一不产石油的国家 天然资源不多 也少了争夺 多了宁静 全国90%的穆斯林 依着清真寺的换拜生 前程礼拜 日复明日 从首都安曼出发 车行超过300公里 来到约旦南部 萨卡拉 铺田盖地的沙漠 几座帐篷 助力其中 别小看它的简陋 羊毛编织的帐篷 冬天月寒 夏天凉爽 北都英民族 再次世代安居 他们的很好客 虽然他们没有东西 他们会尽量地去找 来招呼客 喝茶是贝都英人 友善的代客之道 每个帐篷都属于 一个大家族 来女分隔两间 经济好一点的 还养着牲畜 一代代的孩子 在这里天生地养 九年来 陈秋华向老朋友 定期造访 酋长总要把家里 发生的大小事 巨细迷移地诉说 斋介月前夕的发放 物资分布 礼仪缺一点也不能少 看着孩子长大 看着老人长青 九年来不变的 是这一模笑容 曾有人问贝都英人 为何不离开贫瘠的沙漠 他们却说 天宽地阔 这里是上天赐予的家 别人以为的苦 他们自在其中 看似遥远的归途 老人却当是丰收 惬意地散步 当夕阳西斜 死海缓缓睡去 这一片宁静的海 同时喂养着 以色列犹太人 约旦的阿拉伯人 与贝都人人 三者或许殊途 但他们都相信 命运待他不薄 上天自有安排 大约新闻黄林号 陈珠奇 约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